11月11日,网上流传西南交通大学,一名女学生在学校被碎尸,此消息一经发出,也是搞得人心惶惶,后面有人与学校求证,确实有一名女生死亡,但不是所谓的碎尸,而是因为心理问题自杀,除此之外,警方也初步判定是自杀,并非现在网传的碎尸,校方也正在尽力配合警方的工作,现在网络上的信息流传实在太快, 传播的网友大部分都是吃瓜的态度,根本不在乎新闻的真实性,导致流言四起,就像这起碎尸案,不仅影响学校的名声,还给警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对校方做出的回应,部分网友非得闹事,明明人家的意思就是,不存在碎尸等网传情况,网友们却非要开始起哄,说,有三个女生把一个女生碎尸了,尸体放进厕所没被冲走,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,一条生命失去着实令人惋惜, 也不知道这位学生遇到什么难题,好不容易考到好大学,却走上了自杀的道路,这让抚养自己长大的父母可怎么办呀,不得不说,现在的学生,学业压力是真的大,而且他们有什么事情,都喜欢自己憋在心里,不愿意跟别人诉说,久而久之,就患上抑郁症,甚至产生自杀的倾向,希望国内高校学校重视这点,多开设心理辅导课,安抚一下焦虑的学生。 增水 增成前面 增大量